Hello 大家好 我是演员范金伟 夜文idol的粉丝们 你们好 耶 可不可以用四个字形容一下乔一帆 四个字吗 我能用三个字吗 小天使 真小天使 四个字 那你觉得自己是小狼狗的类型 还是小奶狗的类型 呃 你是问一帆还是范金伟 范金伟的话就是 可言可闲 可小奶狗也可以小狼狗 乔一帆 小天使 那和诗歌羊羊搭档会不会有压力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是会有压力的 因为在我心目中 他一直是我的一个偶像 一个学习的榜样 乔一帆在剧中是像羊羊的小孩 而你现实中是羊羊的师弟 忘了废一份对这个事情 你有没有什么感觉 呃 这个我没想过耶 什么样的身份 他都是我的导师吧 之前看你玩跑跑卡丁车还不错的样子 平时有玩游戏吗 玩 我一个男孩特别爱玩游戏 我什么游戏都玩 能大家知道的都是我玩手机上的游戏比较多 但是其实我家里的话 我有一个收集癖好 就是把所有的游戏机都给收集 完成我小时候的一种梦想吧 你的口头禅是什么 我打扰了 打扰了打扰了 假如你变成女生 你会最喜欢哪一个男艺人 这是什么问题 羊羊 现场做一个你觉得最可爱的表情 最可爱的表情 粉丝们都在问你的下一个Vlog 要什么时候发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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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我会我会尽快 我会尽快 经常看到你戴渔服帽 是不是非常喜欢渔服 因为我平时戴帽子比较爽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戴帽子很丑 但是那天戴了一个帽子 还觉得难得能戴到一个很好看的帽子 我就一直在戴了 平常会喜欢穿什么样子的日常生活 其实我被我的工作人员骂过很多次 说我穿衣服就是太随意了 所以我家里有这么落了这么厚的白题吧 我同样的白题我能买两三件 如果在生活里和朋友打游戏 然后因为自己的失误输了 你会怎么打 哎呀我会感觉挺对不起大家的 就尤其是当你玩游戏的时候 突然来了个电话 正在团战最关键的时候 你掉链子 所以经常来了个电话 要不就挂掉 要不然就是对不起 我那个玩游戏呢 马上马上就挂了 但是挂完以后会立马给他们回过去 先去拜托了师兄的题材是基建吧 之前有了解过这项目吗 其实之前有看过 它是一个奥运会的项目 整个基建很绅士 那在拍这个戏的过程中 有没有什么很有趣的事情 有啊 徐开城他是上海人 然后我平时也会住在上海 但是我不会说上海话 然后开开就在现场教我们说一些上海的顺口溜 能把香老好啊 大家私下里还会有聚会联系吗 就是各种演员啊 都有 全职每次我们如果大家聚在一起的话 晚上结束工作 走 吃火锅去 让你从合作过的演员里面选一个人去借巨款 你会找谁借 借巨款 很多钱 我应该不会问他们借钱 可不可以用乔一帆和鸡昌夜的语气说同一句话 乔一帆就是 辛苦了前辈 鸡昌夜就是 辛苦了 有粉丝说你像是就是经常刷微博的样子 可不可以考一下你犯权用语 来吧 NSDD是什么意思 你说的对 好厉害 来吧 XSWL XSWL 笑死我了 对 那KSWL 不知道 这个不知道 这个是哭死我的 哦 KSWL 哭死我了 我记住了 可不可以形容一下你的理想型 我的理想型 哦 就像我妈妈一样就行 贤惠 温柔大方 然后 能照顾到家庭 叶文idol的朋友们 我们下次见 拜拜